大家好,我是水蜜桃巴的蔡杰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三隻小豬 有一天三隻小豬的媽媽說你們長大的房子住不下你們 然後住在鎚蓋肉草屋豬小雞跟鎚頭屋豬小妹跟前骨的房子 然後大爺人來了 然後他就把豬大哥的房子摧倒了 然後就是豬大哥就跑去豬小雞的房子裡面了 然後大爺人又把豬小雞的房子摧倒了 然後呢 豬小妹的房子特不得大爺人看到一個演唱 他跑到去演唱的時候被踏死了 然後謝謝大家我們的故事講完了 我來聊聊 谢谢大家